大家好,歡迎收看怪物彈珠,我是JC 那今天 我們是要說阿多斯 押韻啊 那就是這個神殿 這個是...還說一次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星期... 不是,星期二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怪物彈珠吹水神殿 不知道什麼 那就是 今天說的阿多斯 我們有很多東西說的 阿多斯 大家有沒有抽到 現在還抽到的,不是什麼限定 不像現在的EVA 你不要說EVA,我抽不到 不要再看 我們說這個阿多斯 阿多斯是什麼 阿多斯是一隻怪物 他呢 他是這個聖騎士族 聖騎士族 有什麼聖騎士殺手 沒什麼的 其實就是好處 除了好像什麼 好像成吉思汗 還不知道另外一隻 我忘了是聖騎士殺手 聖騎士是否反重了聖騎士 我忘了了 好小怪 就真的可以黑到聖騎士族 那就是火屬性 我們先說進化石 我現在用這隻 今次最左邊的一隻 是神化的阿多斯 那 算了,不如先說到神化 神化是什麼呢 神化 他是聖騎士族 不會變的 神化之後是反射 然後 平均型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不是太相信他那些什麼型 什麼型 有沒有真的這麼大 有沒有一個大分別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的分別 如果一個是平均型 一個是炮擊型 還有 我想說 是不是只是告訴你 哈哈哈哈 總之 總之 它是平均型 會不會真的影響 如果我把他的字改了 我不會把數值改 我把他的字 把平均型改成炮擊型 會不會真的有轉變 還是只是一個數據 告訴你是什麼型 其實最重要是三圍 怎麼看 這三隻字有什麼用 什麼型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就告訴我 可以留言一下 這個神化的阿多斯 那些三圍是OK的 全部都是二字頭 即加了彈之後 血好像是二萬 二萬一 然後攻擊力 是二萬四 好似聚能時 就會去到二萬八 這樣也非常之好 那麼 速度就是二百七十六 反射來說 就不算高了 對不對 你說如果 半通都OK的 但是反射來說 真的不算高 這個的 嗯 他的必殺技能 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 神化史特萊克 的SS技 那些Strike Shot 你開了之後 他就會撞過去 那通常就是撞弱點 或者不撞弱點 都可以的 但你不撞弱點 最好就是教那條光柱 他超級怎樣 就是衝過去 然後碰到第一條 然後 打幾下 然後再噴一條超有的光 出來打他 那就可以教 你自己 講經驗 你自己教的位 希望那條光柱 那條光柱 那條光柱 會射中 射中 射中的弱點 那就更加重了 那 還有有時候 通常如果 你第一次打中弱點 之後那條光柱 都會中弱點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一開始 最初觸碰別人 那一下就是 會打中弱點 那就可以 他叫什麼 打擊最初 什麼什麼什麼 忘記了 那就是CD16 那就OK的 C16 但是這招技 對我來說 是廢的 因為有很多 情況下 你都是碰不到 這個 還有很多 最初觸碰的技 都是有一個限制 就是 如果你有些小怪 又想打王 就非常困難 因為你不只想碰到小怪 就說 盾了 尤其是那些盾 如果你碰到盾的話 GXG G媽的XNG 怎麼這麼說 G媽的FNG 對 FNG 就是 會碰到 一整招技 就沒有好處 還有 其實就算有時候 碰到弱點 也不是扣很多 沒有去到那個位 第一難碰弱點 第二 不是扣很多 你看 整支米掉了 對了 那就是這個神法 有情技 就是這個 導引蛋 爆發和加速 有些 Conspiracy theories 有些人陰謀論 不是陰謀論 沒有什麼 但有人研究過 這個白雪加速 這個 光天加速 還有這個 亞多斯加速 三個加速的尺幅度是不同的 有沒有人聽過這些 我聽過 有沒有真的 有沒有人求證一下 留言一下 那就是 碰到這個加速 沒什麼大家都知道 這個 那就是 這就是神法 看攻略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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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和神法 都是非常優秀的角色 因為進化 為什麼呢 現在說進化 進化三位 我真的忘記了 但我只記得 差不多 但我忘記了 背不到 我只背了 神法 然後 必殺技能 知道是什麼嗎 必殺技能 有創意 好玩 新鮮新奇 但是 是廢的 你有什麼用 一回合 你知道是CD的嗎 CD24 記住是CD24 24 暗天好像24 還是26 忘記了 還是28 暗天招技 大家都知道厲害 攻略 他24 你知不知道招技是什麼 他招技呢 是叫什麼 六雙 名字不重要 是什麼 就是一回合內 就是你彈一下 開技 開技 就是無視 反雙壁 對方的護罩 反傳 然後地雷 全部對你無效 傳送 全部對你無效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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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沒有加速 他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胎技 可能加快一點 但好像沒有 我不知道 24CD 哪一關有用呢 你告訴我 但你不要說 雖然是炸技 但他的隊長技 都可以說是 互補不足 其實我幫他 幫你 廢話 慢慢說 神經病 他有情技 絕對是補不到 SS技 廢話 程度 他有情技 其實呢 雷射 2L 雷射 單向雷射 R是24,000 扣 盡快 完全沒有這回事 他會鎖 像水超 像日本武尊 鎖定最近的敵人 然後發射24,000 炮 但有什麼用呢 你用下去 看起來很厲害 因為武尊 好像一萬多 接近二萬 但不夠他高攻 他有什麼厲害呢 你看到他 用下去你就知道 真的我不覺得他厲害 他扣不到很多 雖然是鎖定 亦都可以貫穿 可以打到後面 但感覺不到他厲害 所以 其實我不推薦 這個 進化 我推薦神化 對 你明白嗎 大家要知道 進化是有反傷害壁 神化 神化 神化是有聚能的 神化呢 普通技能就是 反傷害壁 而聚能 是有反傳送的 這個反傷反傳 可以打光超 非常有用的神化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打神化 還有呢 進化那顆炮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我感覺不到 我可能不會用 我可能廢 我不會用 但我感覺到他有用 除非你之後玩個關卡 單向雷射才有用 我當然要帶他進去 但是 單向最中的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但我還沒感覺到 所以推薦大家神化 快神化 大家抽到沒有 其實我有兩隻 我每一隻 每一隻 每一隻 我只是想著 但我不要浪費 我有點衝動想 把歌者的神化 不過 免得每一隻 每一隻 真的 怎麼看 八奇 這個關卡 其實不是易打的 這個水 這個 這個水神殿 不知道 等一下 真的不是易打 瘋 如果不秒開 就秒開 那些人是低能 你知道怪多到 動一點 就會 然後 然後 你能夠 七萬血 整個行動 那些最討厭的 那些激光 不是那些激光 那些激光叫什麼 WAT THE HELL WAT THE HELL 殘血 你不要學MHC 最討厭的是 那些小怪 小怪打雷射 出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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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不要太過份 不能進射 先說完 最快的小怪的激光 一打四隻 扣勁啊 神經病 給你看 就是這個 果實啦 沒特別 那就是阿多斯 就是這樣 這次問題就總共了 這個影片 你會開多少次技能呢 就是這樣 多謝三位 一二位 一二位 神化的魚